找一個人認罪, 兩個人脫身 對馬事業最好 ICAC會接受嗎? 現在所有證據都在黎兆恩 就是銀行那邊 要告到入行會地政署那邊 一點都不容易 只要我們專攻文件細節 應該可以把責任推到一個人身上 你叫我怎樣在他們三兄弟之中 找我出來認罪? 我跟你, 和朝帝、來帝才是一家人 如果你有什麼事 你跟我跟兩個女兒怎麼辦? 你剛才說Charles說過 與其三兄弟一起坐牢 不如找其中一個背起他 你方到時你不會以馬家為重 自己走去受罪? 為了你, 為了寶寶 我已經跟大嫂說好了 你大哥也會叫阿周泳俊 你跟大嫂說好了? 老婆 不過你這樣做, 爸爸會不會不高興? Joe 你知不知道這次對你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很好的時機 你想想 爸爸, 現在高寶銀行的黎兆欣 已經轉了為污點成人 而你給他了四百萬 說買他的批酒 其實就是要去批洞 給向斯年那個政府 這件事應該打不打 既然怎麼說罪名也是成立的話 為什麼不趁著這個機會 會自己爭取最大的利益? 爸爸, 爸爸, 既然如此 就由我一個人出來頂盡 其實我也有家庭 為了Sammy 我都希望可以給他一點保障 要做, 你想要什麼補償, 儘管出聲 我希望可以在大哥和耀堂 在馬時的股份裡面 會出一個百分比, 向我明白 你們三兄弟 每人持有七個百分比的馬時股份 你現在和大哥各自給一百分比 老婆給兩百分比 今天中午就有十一百分比 你說二哥算不算因和得福? 他怎麼算因和得福? 他根本就是詐癲、勒福 這次他真是大贏的 大贏還是小輸, 暫時還不知道 因為還沒判罪 如果他是坐半年, 當然他是大贏 萬一要坐三年, 他就輸得很慘 但是拿著這麼多股份 長遠來算, 還是他贏了 老婆, 你不用擔心 將來寶寶出生, 看不到爸爸 安樂了 安樂?我告訴你 是呀, 長將現在才開始 雖然阿祝多謝被Same阿士股份 但是他在監獄那段日子 所以我們還要為以後打算